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17世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背景讲起 再回追到15 16世纪来探索这些背景形成的原因 这一讲我们来讲两个地区 一是东亚 一是中东 那么下一讲我们来讲17世纪的欧洲 首先我们讲离我们最近的东亚 东亚我们非常熟悉 说中国是东亚的核心国家 这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没有任何历史上的争议的 进入到17世纪的时候 中国处于明朝的万历年间 这是中国明朝的国运在走下坡路的时候 关于这一段历史 我们可以参考马伯雍写的 《帝国最后的荣耀》这本书 尽管它的国力在不断的下降 但是它仍然是梁启超描述的 老大帝国这样的位置 因为它仍然是东亚封共体系的中心国家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就要说一下什么叫做东亚封共体系 简单来说 这是一种封建时期的国家间关系 那么说到这里 我就不得不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来挣一下名 我们很多的书上说 中国的古代是封建社会 这个说法放在西汉之前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秦朝之外 因为秦朝它实行的是郡县制 那么什么叫做封建 这个可以以远追到西州时期 就是天子他没有办法管理这么广大的国家 他没有能力去防御这么漫长的国境线 那怎么办 他就把自己的亲信 贵族还有功臣 分封到各个边疆去 让他们在那里建立国家 来保卫自己 当然他们可以享受一定的权利 当然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这个国和国之间 挖出一条沟 叫做国境 把这沟里的土挖出来摆在两边 这就叫做封 那在一封之内建立一个国家 进行管理 这就叫做建 所以封建的意思就是封土建国 当然这些国家之间 它有大有小 爵位等级都是不同的 比如我们的春秋 开篇第一篇叫做 正伯刻断于烟 那我们就知道 正国它是一个伯级 这样的一个国家 公侯伯子男 那么我们学过竹之舞退秦诗 里面叫做 晋侯秦伯为政 政继之王义 那么我们就知道 晋国它就是一个侯国 秦国它就是一个伯国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是一个双边性的 那么这样 把封建的国内关系 转移到国际关系之上 它就是东亚封共体系 简单来说 藩属国家 它要对中央国家称臣 接受中央国家 对它的册封 而且要奉中央国家 为正硕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要用 我们中国的皇帝的年号 还有日月 来记录他自己的历史 你比如说朝鲜国王 他就只能记载 明万历年间如何如何 他不能用他自己的称号 这就是他的义务 那政治上的权利 就是一旦这个国家 他遭遇了其他国家的入侵 中央国家就要派自己的军事力量 来保护他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 进入到17世纪的时候 是明朝万历年间 而就在16世纪末 1592年到1597年 刚刚发生了一场 中国帮助朝鲜反对日本侵略的这样一场战争 叫做任臣海战 是日本的封臣秀吉入侵朝鲜 中国派兵去抗击日本侵略 这样一场战争 这个事件的整个考据 在我刚才说的帝国最后的荣耀这本书里 也能够考证 那么这就在政治上叫做称臣换安全 那么在经济上就叫做 进贡换贸易 简单来说就是每年的一定的时间 或者是中国国家元首的生日 等等这些节日 这些藩属国家就要派使者 带着一些当地的土特产 来进贡给中国 那么同时中央国家的中央政府 就允许他们在一定时间段内 在一定的范围内 进行一定的贸易 他们也可以赚一笔钱 不管是这些使者私人 还是代表他们的国家 所以经济上叫做进贡换贸易 其实形成的政治圈经济圈 两者共同就组成了文化圈 具体来说就是儒家的文化圈 所以所谓的东亚封贡体系 其实是建立在一套政治关系 经济关系和文化圈基础之上的 这样一个复合型地区区域安全体 这个安全体的概念 我们到最后还要讲 但是它就有一定的问题 你比如你的中央国家 发生了战乱怎么办 举例子像中国南北朝时期 北魏和梁化僵而至 这个情况朝鲜它是奉北魏 这个为正硕 但是日本它就奉梁为正硕 那更有甚者你中央政权极度衰落的时候 你中央国家四分五裂的时候 那这个朝贡关系可能就从中间断绝了 当然如果你再度强大 你可以还再次修复它 所以一直到19世纪末 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那么东亚封贡体系 基本上就宣告崩溃了 但是在我们刚刚进入17世纪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体系还是非常成熟和完善的 那和我们一一带水的日本又怎么样呢 它刚刚经历了战国时代和任臣海战的洗礼 和他们侵略的国家朝鲜一样 百叶带兴 民生凋敝 在熬死了枝田信长和风尘秀吉之后 德川家康作为一代销行 崛起河内 用了几次战争统一了全日本 并且建立了江户幕府 也叫德川幕府 开始了他对日本长达两百多年的一个统治 但是由于德川幕府 他奉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 他基本上只跟西班牙 中国 荷兰 朝鲜这样四个国家来进行贸易 所以在进入到17世纪世界历史的时候 我们暂时把日本给封存起来 等到19世纪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拿出去 日本这样一个国家 它的历史 尤其是它的战国史 我向大家推荐 山岗庄八先生写的 《风尘秀吉》和德川家康 这两部历史 大家就会从里边明白 日本的战国时期 是绝对不逊色于中国的战国时期 或者三国时期 这样一个精彩的时代 好 那么我们先把日本给封印起来 那么第二个地区就是中东地区 当然这是一个地理概念 如果我们从一个文化的概念来讲 叫做伊斯兰世界 或者叫做穆斯林国家 这个集合 伊斯兰其实是一个音译 在阿拉伯语里面 伊斯兰的意思就是和平和顺从 伊斯兰教兴取于七世纪的阿拉伯半岛 当时穆罕默德作为宗教领袖 创立了伊斯兰教 他的信徒自称为穆斯林 这个宗教 以这个宗教为国教 建立起很多强盛的帝国 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当然就是阿拉伯帝国 这个帝国甚至在跟唐朝军队交手的时候 还打败过我们唐朝的军队 打败过高先知所率领的远征军 他的势力范围 西起直布罗陀海峡 东到中国的西域的西部边界 也就是现在的中亚地区 一度是一个横跨亚非欧三个大洲的大帝国 那区域性的帝国也有很多 包括这个波斯的萨菲帝国 还有印度的莫沃尔帝国 那么这里我们想强调一个概念 就是什么叫帝国 所谓的帝国 广义上来讲就是 领土广袤 民族众多 而中央政府的权力非常巨大的 这样一个极权制的国家 所以这也是我们上一讲说 苏联它其实也是一个帝国 这样说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广义上的帝国 包括我们建国之初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 这个说法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 这些伊斯兰教形成的帝国 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过 浓墨重彩的一笔 比如公元八世纪的 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 由阿拉伯帝国的阿里发 推行这样一场文化运动 就是他把当时的叙利亚文 希腊文 波斯文的这些文献 还有学术成果 通通翻译成了阿拉伯文 并且进行了整理和分类 这个在当时来看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因为如果没有那么强大的国力 他没有力量组织起来 如此之多的学者 财力 物力 来做这种事 而最后百年翻译运动 留下来的文化成果 基本上构成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奏 而后来欧洲很多的文本散失 他们甚至还要到中东 去找这些阿拉伯文的文献 然后再翻译成欧洲语言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场 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 它都持续了将近一百年 那他就没有后来的欧洲文明 其实这一点跟我们中国的这个佛教的传 中印之间佛教的这个传播 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我们知道我们在唐朝的时候 玄装法师把印度天竺的这个经书 来取到我们中土 那么在后来天竺国很多佛教的经典 全都丧失的情况之下 他们又派人到中土 去把这些汉文的佛教经典 取回去再翻译成梵文 这个具体的我们可以参考天龙八部 这样的一个事件 就说明了阿拉伯世界在世界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分量 那么再比如说1453年灭亡了败战亭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土耳其人的先祖其实是中亚人 具体来说就是被中国的唐朝打败的突厥人 由于唐朝的强势存在 所以他们在中亚生活的环境急剧恶化 尤其是军事环境 所以他们被迫西迁一路流亡 一直到小亚西亚半岛才算定居下来 定居下来之后 他们就发现他们西边的这个大帝国是日益的腐朽 所以在1453年的时候 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攻陷了军事坦丁堡 结束了败战亭帝国的国运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唐朝的手下败将 流窜到了小亚西亚半岛 一不留神灭亡了一个称雄地中海 一千多年的这样一个大帝国 于是建立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这个帝国它建立起来之后 它就马上开始封锁土耳其海峡 而且要对路过土耳其海峡 这些商人征收非常重的税 那这样一来的话 欧洲的商人想到东方去做生意 他就不能再走土耳其海峡 他也不可能我一个商人 跟你整个土耳其帝国来对抗 所以这就使欧洲的商人迫不得已 要开辟新的航路 当然这只是开辟新航路的客观条件之一 但是它毕竟是存在的 所以奥斯曼帝国也从一定程度上 让人类的历史发生了扭曲 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经济中心 从地中海沿岸 那就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从文化上 军事上 阿拉伯国家都对人类历史 有过重大的影响 但是它也有自己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落之后 它这个文明没有一个核心国家 你比如说 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 毫无疑问就是我们中国 西方文明这个核心国家 它现在就是美国 斯拉夫文明 它毫无疑问就是俄罗斯 但是我们发现伊斯兰文明 它没有一个核心国家 这就很麻烦 所以我们现在一提到伊斯兰世界 我们就会首先有一种印象 就是它一盘散杀 各自为政 甚至自相残杀 比如在1980年到1988年之间的 两一战争 伊拉克和伊朗 来争夺中东地区 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 这就是它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衰落得非常之快 由于它民族众多 又穷兵独物 基本上在16世纪的下半叶 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到了我们现在讲的17世纪 基本上已经衰落得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这里就要最后来说一个问题 就是帝国为什么会崩溃 而我们刚才定义过帝国的概念 就是国土广袤 民族众多 而且中央集权强大的这样一个国家 它就都可以叫做帝国 那么帝国往往崩溃于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帝国它一定好战 那所谓好战必亡 望战必危 它为什么会好战 因为它国内的民族也多 利益集团也多 寻求利益实现的这样一个方式 它就更多 所以它要时不时的发展 对外的扩张的关系 来扩张自己的势力 一方面对外掠夺更多的资源 来弥补国内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也是通过发动战争 来缓和国内的民族和阶级矛盾 所以它一定好战 而问题就在于 你一定好战的情况下 军事技术的传播是一个历史趋势 比如我们知道 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 我们清朝的军队 基本上还是用大刀长矛 弓箭鸟筒这样的武器 那么到了半个世纪之后 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 我们的北洋水师 它的海军力量 基本上已经可以排到全球前十 最多到第十一那样一个位置 所以军事力量的传播 就导致征服成本一定会上升 另外一方面 你的财富越来越多 你夺取财富是为了享受财富 那你享受财富的过程 对你的上午精神就是一种腐蚀 所以等于一方面被征服国家的军事实力在上升 而另一方面征服国家的战斗意志在下降 所以征服的成本会迅速飙升 这是第一 第二 懂得经济的朋友可能会明白 越是富足的国家 它的私人和公共消费的速度 增长速度 它会快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 因为老百姓它也要消费 它也要享受这个上层社会的一些奢侈品 所以它不会满足于现在的生活 不换寡而换不均嘛 另一方面 政府它为了平息民怒 为了维持它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 它也要定时的向老百姓分享一些它的消费成果 这样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要去消费 越来越多的人要去享受 那么就越来越少的人去劳动 所以它就越来越需要通过战争的手段 来直接掠夺原材料和成品 而不是去生产 这和刚才讲的第一点 它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第三点就是你维持统治的成本 也是在上升 因为一方面来说 你的竞争对手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上升 比如我们马上就要讲到的 最早批的殖民国家 像西班牙和葡萄牙 他们最早就把美洲瓜分掉之后 他要维持这个统治 他就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 你比如英国 荷兰 法国 乃至于日后的德国和意大利 他都面临这种竞争 那么另外一方面 被你统治的这些地区的人民 还有他们的这个自己的政府 他有一定的学习能力 他会向你学习 学习你的技术 你的制度 你的思想 甚至你的人种 你看日本在二十世纪初 他有一定的改良人种的这样一个计划 所以他学习 他就越来越接近你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难统治 所以由于军事成本上升 这个私人和公共消费 要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同时你维持统治的成本也就在上升 换句话说就是你维持成本 维持统治的收益的 这个边际效益在下降 所以帝国最终他一定会走向崩溃 而且也一定很难长时间的维持对一个地方的统治 尤其是在技术革命之后 比如二战之后 英国就绝对没有办法 他再维持对印度的统治 奥巴马上台之后 他就赶紧要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 为什么入不敷出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帝国崩溃理论的 这样一个必然崩溃的效应 好 从下一节课我们开始讲17世纪欧洲的变化 那么17世纪的欧洲 它的思想领域和军事领域有哪些变化呢 民族君主国家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下一讲再见 谢谢